從八歲開始玩,即是玩十年,我想超過三百萬 自從上屆東京奧運會嘉朗第一次拿金牌之後 已經有很多小朋友和家長會嘗試劍擊這個運動 今屆香港拿了兩塊金牌之後就更加多人認識劍擊 整個社會的認受性和普及性都慢慢多了 中學的時候我是去學校劍擊中學校隊的教練 當時他都非常有天賦,身材條件都很好 他最好的一件事就是他不服輸 因為他有這個精神和性格的特質 現在奧運會的路是會越走越好 你學劍擊的話,如果你每日一個星期練六日 再加上平時的班堂、私人堂 我想你每個月大概都要八千元以上 八千至一萬元以上 還有器材呢,我們的器材也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這個就是看你到時的需求 政府也有特定的比賽會資助你們 如果你覺得不夠的,我想再打世界賽那些 你預算是兩萬元一個世界賽 出去打比賽 所以大概就是這個價錢 以前可能會比較重點在花劍上面 但現在是重劍配劍的學生都越來越多了 同時間我們在學院聘請了很多世界各地很高水平的教練 我們變了很多機會可以接觸到不同地方的選手訓練 跟他們比賽 我覺得在各樣條件上面 由資源、運動員水平和技術層面水平 我們都拉近了跟世界水平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未來將會有更好的發展 所以香港隊伍是做了很好的工作 我可以尋找Chan Ka Long 從香港到東京 那是一個驚喜的給亞洲 他打了俄羅斯,他打了美國 這就是很好的事情 很棒 跟香港的財務 跟金錢的財務 有很多支持 有很多工作 有很多支持 政府可以從政府的支持 他們可以做繁殖 每天、每年 只要專注於訓練 其實監擊運動 在政府的資源來說 暫時我覺得是OK的 我們去到特定的年紀 例如去到少年、青年的時候 很多時候去體院訓練 完全是免費 因為夠排名,進去訓練已經是免費的 但是我們只不過就是 對運動員的薪酬 以及教練的薪酬 政府應該都可以慢慢 考慮一下,可以慢慢去提高 我們打到不同的名次 其實會有分不同的級別 暫時因為亞運會獎牌 我就可以成功 有一個EVA的待遇 其實除了 在資助上面會多 其實本身 體育學院都會有提供很多不同的 飲食、住宿、營養 或者是治療 各樣東西都有 其實都是相對的不錯 對於我來說 以前可能我的師兄 他們出去比賽是需要自費 甚至我們沒有一個很正統的教練 到了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固定 可以參加所有外面的世界賽事 政府會知道我們參加很多不同的集份 在各樣方面其實已經提升了 但是對於可能比較 剛剛開始 成為全職運動員的 那一批運動員 可能他們就會相對地 會比較吃力 因為可能他們會相對少了機會 參加外出集份 或者比賽的機會 反而可能在培訓這一方面 可能我覺得如果有機會 可以幫助他們更加多 當然 ED 叫我 salu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